我来画一下园鱼粥里面都有一些什么东西 园鱼粥 鱼嘛 相关叫鱼 画一个跑起来的鱼 鳞片 然后再来个尾巴 看一下 画多块几条 小的大的都会 看一下 涂的颜色 鱼是什么颜色 我都不知道 鱼是什么颜色 那种非常奇怪的生物 很奇怪 哇塞 再来看一下 很细的树 哇这个树还挺好看的 很好看 然后多画几颗 这就再来一颗 差不多也就这样 还可以 还可以还可以 还可以还可以 想想看还有什么东西啊 打起打半个东西 哎 画云 云我都不会画 这是这样的一个 一个 鱼粥吧 把这个改成一个人吧 改成两个人了 是一个 无厘头的 无厘头的 一种小画 这是 圆圈鱼 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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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画几个人 在这边 看下 这个 在开机怎么画 就是写名字吧 嗯 倒过来画呢 然后这边再写上名字 先涂这个吧 先涂这个吧 但是它这个 感觉就很像小时候 像美术客 画的那种小画 很机械 很自然的造型 图一半就行 画一半 完了之后 写一个加载中 挺好的 挺像虚拟的 在这边画一个空空 加葱 弹窗 有个红色的叉叉是吧 画在这吧 插叉 加载 画完了 这是一个 我想象中的元宇宙的样子 就是非常的无厘 里面什么都有 然后因为颜色没有图完 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它要加载 它加载呢 就是 就出现了一个对话框 就是在加载中 所以很多东西的颜色还没有 画上去 然后也是系统bug 就是bug 大家可以看一下元宇宙写在哪儿啊 看到了吗 行了 这是我画的元宇宙 有点好 有点好 有点好的 我们去看吧